气死我了 我真的就服了 我真的好难说 想想我都想哭 我有两个粉丝又被骗了 粉丝们 你们有没有收到樱桃姐助理 谁谁谁给你们打电话 关注你们的消息 你们不要相信好不好 不要相信 这些都是都不是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 看樱桃姐做短视频 做电商做得好 所以我跟你讲 就起了坏心思 把我的照片保存下来 然后换成我的头像 去联系粉丝 我在这里再郑重的 给大家讲一下 哪一个才是真正樱桃姐 你们都听好了 左下角 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点进去 这个才是真正樱桃姐 其他都不是 主动联系你 主动关注你的都不是 我希望不要再有粉丝们被骗了 我知道大家都是认可樱桃姐的 看樱桃姐做得好 相信信任樱桃姐 樱桃姐也努力 做到让认可我的人去满意 但是这群人真的是太可恨了 粉丝们记轻了 你们现在点进去去看一下 右下角这里 才是真正樱桃姐